大家好,我是阿妈 今天的早餐是现蒸了一点菜包和红豆卷 后面还想吃一点酸辣粉,又煮了一锅酸辣粉 梅干菜酱是昨天晚上分享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面团我是昨天晚上放到冰箱冷藏发酵的 大概就是300克的面团,150毫升的清水,3克酵母 然后放了一点猪油揉成面团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拿出来的时候要给它揉一揉 排掉里面发酵的气体,稍微搓长,揪着面剂子 现在的面团是冰的,撒一点干面粉 先让它回温 菜包是有点辣的,我们家小妹估计吃不了 搓一点小面团给它做一个蜜豆卷 这种即时红豆是有甜味的,所以不用调味到了 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用电饭过来做 我是囤了一大袋子在家里面 买了一个那个烤奶茶的罐子还没到 准备天气冷在家里面自己烤奶茶 所以备了一点这种即时的红豆 包进去以后我们就用擀面杖给它压平 然后再卷起来 这就是外面早餐店的红豆卷了 包了6个,一人3个 其他的面团就是大一点的 你擀成面片以后包入菜酱 如果你想要里面有一点肉末 你就把那个菜酱拿出一部分 拌一下肉馅,包进去也是可以的 放到蒸笼里面要间隔摆放 留一点空气让它发酵 先别开火,下面的是温水 放上去让它二次发酵 发起来以后我们再开火 蒸个10到15分钟 再焖几分钟就可以了 这边砂锅我煮了一点水 给它们打两个鸡蛋 搅匀了以后倒进去 做一个鸡蛋蔬菜汤 水开了把火关下 再拧入蛋液 将烫出来的蛋花很嫩 放一点青菜 或者是紫菜 我们家里没有了 再加一点盐 香油 搅匀了就可以出锅了 刚好一人喝一碗 很简单的一个鸡蛋蔬菜汤 旁边包子还在蒸 这边有时间 昨天剩下来的一点肉末 用砂锅炒散 放上一点豆瓣酱 再来一点辣椒酱 我用的是辣椒油 炒香了以后就加上一点酱油 五香粉 用开水 先给这个汤煮开 这边菜包子红豆卷 也已经蒸好了 已经七点多了 他们要先吃 简单掰开看一下 杀杀辣辣的菜包 早上吃上几个 很开胃 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 已经蒸开花的红豆卷 层层都有红豆粒 肉酱汤 放红薯粉 就是酸辣粉 如果你家里有米粉啊 米线啊 或者是土豆粉 它其实都是可以煮的 很好吃 粉提前泡了 烫几分钟就可以了 加上一点食用盐 喜欢酸的再来一点醋 撒上葱花 就可以开吃了 葱花我是昨天晚上切好的 里面还可以加点配菜啊 但我这几天都没有出去买菜 简简单单的一个家庭酸辣粉 就做好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 今天的早餐分享就到这里 我的小妈 下次再见 再见